哈喽大家好 上期视频讲到我们在Tofino冲浪淋雨 吃喝玩乐三天 然后呢我们就拖着房车又回到了Nanamo 司机说上岛一趟不容易 必须多晚几天再走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今年的余震还没有回本 那我们回到Nanamo订的这个房车营地呢 就是我们之前视频中说的那个 终于可以去里面看看了 进门的环境就跟边上那个有差别吧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建筑就是这个营地的office 在这里check in 然后除了地图和停车牌 还会拿到两张门卡 门卡呢是车辆进出的时候要刷的 去到营地的小会所也有门禁 也得刷这个卡 大家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拿到了一堆的说明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营地要比边上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大很多 但是反倒更安静 因为它规矩也特别多 后面我会再讲到 这个wifi是这期视频里面唯一要吐槽的地方 开始司机没听明白工作人员跟他说的c building是什么意思 后来自己读文字 知道说是那边是距离我们房车最近的一个小会所 那里的wifi信号比较好 再后来自己住了才知道 这个房车营地除了那几个小会所 其他地方信号都很差 然后如果你在自己房车里的话 就完全没有wifi信号 不懂这是什么技术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槽点 没有网络也能更好的亲近大自然 没有网络也能更好 看路边还有悠闲吃草的小路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鹿小鹿可以让我摸一下吗 算了不打扰人家了 看样子就知道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比我久 这个房车营地不光是大 还特别浪费地 看一路上走来都是空着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边就是之前说的房车停车场 也是这个影地的 继续走 终于看到房车了 那边就是海 这个就是离我们营地位最近的C building了 先从边上走过去 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海景 我们下期再见 这就是C-Building的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些Building呢 其实之前的视频也说过了 这个房车营地好像很多都是常住的老人 那如果有亲朋好友过来 就可以来这里聊聊天 或者玩Board Game什么的 可能也会有一些小派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看这些常驻的房车装扮得多好 这里的维护也很好 除了保养草坪 还有修剪树枝 不确定这些树是营地的 还是营地位的主人呢 因为大家的绿植都不一样 这次我们还看到了这种上门加天然气的车 这里的营地位置真的很大 所以司机可以自己倒车 完全不用指挥 我就可以欣赏周围的风景啦 听 这里的海风也不小哦 停好车去最大的会所看看 这个营地里的高尔夫球车就不是工作车了 而是常住在这边的人的代步车 经常可以看到老爷爷老奶奶 开着这些小车去到营地与海边最近的一个小门 然后再去海边散步 最大的会所除了里面大一点 外面可以看到海之外 还有游泳池 hot tub 乒乓球桌 风景真心是不错 在海边散步 我们知道这个营地有网球场 所以还特地带了网球拍 可是球场第一条规定 就是黑色的鞋底不能入内 低头一看 我们一家人的运动鞋都是黑底的 所以开始就说了 这个营地的规定真的是特别多 除了网球场 还有快time 还有对房车的要求 不能有很旧的房车 不能有帐篷式的房车 check out的时候 我特地去前台问了 其实连我们这样的混合式房车 也是不允许的 我厚着脸皮都问了一句原因 前台的老奶奶说 这个营地很多都是常住的人 然后他们有一个什么委员会 那这些规矩呢 就是这些委员会制定的 并且通过了大家同意 好吧 其实这个营地呢 最主要就是给一些老人家养老用的 司机觉得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 downsize的生活方式 年轻的时候该玩的都完了 年纪大了就回归最简朴的生活 所有东西都卖了 住在房车上 好打理 白天去捡捡贝壳 晚上海边散散步 儿孙们放假旅游 就顺便过来聚聚 是的 加拿大的养老选择确实很多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